我要買巴力 買一部巴巴托斯給你 我要買巴力 加多支魔劍 我要買巴力 但是你昨晚差點死 我如果昨晚拿巴力我洗輸 如果你昨晚拿巴力 你死了啦 我要買巴力 所謂人生無常 如果你有位朋友跟剛才那位CN一樣這麼白癡 我肯定他都沒聽過動漫戰隊的啦 那就快點叫你的親戚朋友一起聽啦 我要買巴力啊 要!巴力啦!巴力啦!巴力啦! 嘯嘣 歡迎大家收聽最新一集的動漫戰隊 對 今集非常人才鼎盛 講好作品總是比較多人 你不要這麼說啦 大佬 一個非常多人有反應 有些東西想說的作品 你看看之前的鐵血那個多人 我們現在可以說是鐵血的孤兒原創班底 是呀 全員集結 正義集結 現在不是正義集結 套租逆集 YPR ON IN 糟了 過了三秒已經在後悔來弄音了 不如這樣吧 現在我們關了機器 今集就算這個關節分幾分鐘 讓我們吃飯好嗎 好啦來啦 其實呢 我趕著做功課 快點 今集首先我們介紹了自己 首先有軒哥 也有藍哥 還有墳總 還有我 大王 今天我們還有一位嘉賓 就是琛哥的 星哥嗨 大家好 我們上集不是說會有一位嘉賓過來的 其實這位嘉賓就不是說琛哥的 不不 因為我們有分嘉賓和神秘嘉賓 不不 因為我們上集說 因為我的出現已經沒有驚喜了 不不不不 你給我說 因為上集我們就說明預告是有嘉賓 但那時候其實我們還沒期望琛哥會參戰 琛哥是說後期再融兵式再參戰 那原本我們在上集預告的嘉賓 其實是誰呢 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就哥 哇 就哥這陣子 A王集團的熱夢不是很繁忙 這陣子好一點啦 有空過來開麥克風 因為有見到上次講完刀劍神力之後 反應都幾口 我也很感謝大家 大家也很掛念你啊 而不是掛念老婆掛念你 但剛剛對上那季的新番 竟然那些人為了一套作品 能夠挑戰到SAO的地位 那我當然要過來辯護一下 即是再加Fanboy 當然啦 還要這個 還要這個一路以來都沒辦法超越的 這個魔法戰爭杯 終於是 終於是 為何要開這些杯子 證明人類的智慧是無底啊 即是無底心談 但看完之後我是後悔的 我反過其實SAO都不是不可超越的 哈哈哈哈 在某些層面上 在某些層面上 他都不是極致的 這道天天有希望日有奇蹟 其實今天我們是講哪套作品 軒哥你怎樣提 戴著智能手機 闖蕩二世界 那就是在我們翻早回顧那集 有一些聽眾投訴 他說我聽完整集節目 你們不講手機 那我就說手機這麼優良的作品 當然要抽出來獨立成一集 我們當然要特別對待 所以出來獨立成一集 今天天大的面子 今天阿朱哥請回來 心哥落謎參戰 真的很開心 YPR最強集結 真的最強集結 那這套作品 是來自上季翻早 是一個上季 即是7月 2017年7月翻早 的時候 有一套動畫上去 其實它原本是來自輕小說 原本是一套輕小說的作品 網絡小說 原本是網絡小說 在一個要成為小說家霸的網站那個連載 後來就變成了輕小說 然後再出漫畫 然後再動畫化 這次白道成為小說家霸 不是霸 霸道 都是同一個字 是同一個字 那我領略到網站的質素 真的很高低飄忽 即是很慘 跟大陸的起點網一樣 總是有好有不好 阿林的意思是 這麼優秀的作品 居然困在這麼小的一套 網絡小說一向都是 要不可以很厲害 要不可以無限限 順帶一提 到目前為止 原作的小說 就出到第十本 第十本啊 是啊 我們現在所說的動畫版 就是剛剛做完那十二集 總共都是涉獵了頭三本 嘩 即是還有七本 如果他有心做第二季 是絕對夠原作量的 第三季好像夠了 一般都是做三本小說 一般都是的 多都是四本 大家太開心了 即是他這麼優秀的作品 還有很多的原作 我非常可以繼續做下去 但我看的時候 我不覺得是三本 我本身看的時候 都有點懷疑 直到看到某一集之後 我就覺得沒有理由 起碼都做了七本小說 我不是說 起碼都錄了六期 真的很厲害 跟大家略略介紹過 一些作品的背景 其實就來著一個作者 名字我不是太懂得讀的 其實就叫東如... 什麼... 白多 白多 這個作者的... 怎麼說呢 他的資料我們就不太清楚 因為他都沒有很公開地 表示過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黃壽集團都查不到他的身份 身份暫時有點成迷 當然有關傳聞 我們就不是留在陸陸陸說 是留在後面的文字再說 後面的內容再繼續說 待會慢慢招呼這個人 剛才看少了是東如拔多拿 馬拔多拿 剛才阿森哥也跟我們解釋過 他是一個原本的網絡小說 然後再轉為輕小說 然後再動畫化 再漫畫化 再動畫化 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成果作品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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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至此我也猜他不會再現真身 這個人 不敢出來 但是先 兄弟們 不要這個時刻 麻煩後遭說 後面才慢慢招呼他 是 首先 作品背景我猜就差不多 因為之後 會再跟大家解釋 其他資料 那你也要說一下故事 究竟是什麼 故事方面 當時那些人就說 最快死主角的 幽由白書那些 幾格就死了 我覺得這套東西應該超越了 因為他在作品的第一幕 男主角已經是死了之後 即是沒有拍他怎樣死 沒有說怎樣死 一開始 神已經跟他 抱歉 不好意思 不小心 黃天擊殺了你 黃天擊殺走火 然後劈死了他 我應該會上網講錯話 那個男主角 叫做 黃月冬爺 黃月冬爺 那你真是幾人喜歡 他也是那種年紀 他也是初中生 我記得是14至15歲 差不多 差不多 你意思是跟哪些對比 差不多 都是這一類作品 這類作品 我不是稍後再分析他 哈哈 他看到已經死了 看到神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不小心行雷劈死了你 現在為了彌補錯誤 他就說 不如他可以用我的手機 所以就跟我們的題目一樣 就帶著智能手機 去以世界闖蕩 非常貼題的作品 剛才我想再補充多一點 因為剛才劈頭第一句 就是神跟他說 你已經死了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男主角已經展示到他 比常人不一樣的 不煩的氣質 因為通常你聽到 你死了 通常人們都會很慌張 他是非常平靜的 是嗎 因為他說 即是我已經說 事做準不死夢了 反正都死了 你都改變不了事實 他又說他爸爸有教他的 做人就不可以太過 要寬文一點 還有既然都死了 我屌你老婆都改變不了事實 對不對 那就唯有接受現實 既來之實 他還要幫人說好說 你都不想的 你不小心 就是 經常有人上網罵錯人 被人黃天擊殺 很正常 即是 已經體驗到男主角 多麼紮心人口 多麼 有王者的風範 我本身就打算罵邱智偉師傅 這個說命師傅 說他沒有用 他愛好又叫國師 我怎麼知道 我一打國師 就打死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還沒這麼進入 我打算罵邱智偉 誰知道你以為我在罵另一個 誰 不知道 不要 我不想叫聲 繼續 暫時我們先說一些大約的關鍵 他就滲透 跟著支配 但是他的手機也設了一些東西 就說 第一可以用魔力充電 即是說 他可以隨時隨地用手機 第二就是 他可以看回 原本世界的網絡 但是他說不可以通訊 不可以出帖 正可以做CDWAR 對 所以他也看了這些資料 那時候也想 你用這部手機 拿一些異世界的資料 去到一個魔法的世界 因為他說這個世界有魔法 那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可能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設定 誰知道原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另外 還要再補一些背景 另外的就是 手機的Google Map 被改為這個世界的Google Map 就是通用的 就是換了一個圖片的元件 對 而這個世界 其實是比較近 我們中世紀的歐洲 一個世界 而另外的就是 在復活的時候 由於神已經犯了一次錯了 衛免主角復活之後 有太多的不幸 所以將他的體力 格鬥術 以及魔力 都調到最高 他那時候是說 我幫你的個人能力 順手提升一下 讓你沒那麼容易死 那天提升了一點 對 那個世界有魔法 順便幫你 封鎖它 對 那你很快就能用 其實我有沒有記錯 他也說 魚飛受這個特別嚴重的傷害 應該不會死的 對 他說到像暴龍哥 你不要撞死 這些很重要的事情 你都不會死的 你不是遇到暴龍哥 你就不會死的 你不是遇到暴龍哥 你就不會死的 不是在黃天激殺 有鋪石撞下來 除非我打你 不然你也不會死的 不是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你自己都搞不定的 你的電話是可以直線打上天堂 對 我照你 對 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就展開了 我叫神仙必 你聽過沒有 你在哪裡 我跟上帝 上帝 其實現在是上帝和耶穌的關係 基本上是跟上帝派了他下來 這個異世界那裡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對 你擁有神的力量 你也是有非常 超乎常人的身體能力 你也有Hot Line去吊咬神 跟阿神叫求助 還有你原本世界的神器 智能手機 當然 還有無限資料 無限電量 對 是這樣的故事 有些作品會寫到主角很屈肌 那件屈肌下去就像是鹹運超人 其實也很有趣 但他的走向又不同 這套廉格來說 就是一個開口供的作品 對 你竟然用鹹運超人跟這套東西比 即是他那個閒運的程度 又未免太厲害了吧 哈哈 不不就是 閒運超人跟會被人借 是 即是說 主角是萬能 我想起另一套 即是傾小說的作品 下一季也會出第二季的動畫 即是Overlock 那Overlock的主角 也都是 已經升爆等級 能力超班 那個異世界的人 沒有誰打死他 但是 跟這套相比 Overlock的主角 有智慧 也有他的計劃 也有他執行的目的 但是這套的主角 是完全是 怎麼說呢 我也不明白 別人擺明是鐵漢柔情 聖過黎明 你還要說別人的 別人又溫柔又體貼 又有智力 又有幸運 又帥 那他 在這個世界中 如果好事 很合理 就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王數完之後 我突然想起他就是大王 是不是很快就說得出來 當然 等下 你才又開槍 即是 這套智能手機的主角 除了剛剛軒哥說的 是神之子的隊伍之外 他在這個世界遇到的東西 不是走運超人 而是走運 是真的 走出街 一踩 踩到六合彩 還有頭獎 那種運氣 不是 其實跟男文之人是相似的 我真的覺得 這個我們之後再討論 不如我們現在說一下 其實 開始就得到這些這麼強的能力 跟著就是闖蕩異世界 這套作品 大家看過的名字 其實這句話 我在回顧的時候都說過 你見到那個名字 寫著大智能手機的異世界 你自然是預期它是用很多智能手機的場面 那時候就說 一下去 你可以用地圖去查地圖 那些街名 那些東西 好像很實用 但是 除了第一集之外 之後 我驚異都沒有什麼見過 不是 是靠智能手機的能力 而去做到的 不是 後來很重要的 不是 他那些之後是用魔力去做 不是 不是 是配合的 不是 那些人手機 而不是用電腦控制 只是用電腦控制 但不要吐槽 我可以繼續說回劇情 是 是 自己好像要爆 師傅現在才能爆 20分鐘未夠 你現在來爆 你持久力高一點 那樣 一開始 他原本打算走到石頭那裡 然後 走一走的時候 就遇到馬車停下來 就跟他說 你身上的其中二服 我一定要跟你買 那用三十個金幣 就買得到你全身的衣服 那三十個金幣 大約 好像十個 我看消息好像三十個 我記得 不要緊 總之用金幣去買 不是重點 總之就是很多錢 總之有一筆很厲害的錢 就可以讓他再換那套衣服 那套衣服 換完那套衣服之後 就是 租酒店 那套衣服很重要的 你要說 不是 不是在那裡換日 還沒到 冷靜一點 那套衣服 都是那些普通衣服 那套衣服 然後轉角 就撞到兩個女角 媽妹 轉個彎就撞到她媽妹 走過 變成一個靚君 看到一個媽妹 然後在光天發熱之下 就被人欺負 被人調氣 被人調氣 原來就賣了那些水晶六角的物體 就賣了給她 然後又說 有瑕疵 我不能給錢 遇到八角星人 交手的時候被壓 那些契約 其實是這樣的故事 五思觀八角星人 男主角這麼正義 當然要出手去救他們 他說 我用一個金幣 幫你買了六角 然後一下子打爆了那隻東西 彈指神衝彈石仔彈爆 對 總之弄破了 沒有了一件東西 然後順手就打散那些傢伙 簡單來說 過程是不重要 總之他又很威風地解決了這件事 因為他過程的時候 他是說了 原來天神幫我adjust了那些能力 原來我為什麼對面的人走得這麼慢 我隨手一拳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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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巨方走得越來越慢 是因為你自己變得越來越快 對 因為他都忍不住說 要不要轉到這麼高 要不要轉到這麼厲害 是勁到連他自己也覺得有罪惡感 真的 哈哈哈哈 我真的吊起老尾 那種虛糕藝程度 真的 他有說的 他說 唉唷出賤出到這樣 我也有點不好意思 你吃事 你 真的非常謙虛的一位人才 對 認識到這兩姐妹 這兩姐妹都是一些暴龍冒險者 一個是懂魔法的 一個是用近身戰鬥 對 亦都開始介紹一些設定 例如他一些屬性魔法 分別有七個屬性 七個屬性魔法 亦都有一種說 無屬性魔法是專有技能來的 每個人都是可能獨有的 普通魔法就是火水木那些 五行那些 然後就 平常的人 用到三隻已經是天才級的 那個女角 Lin姐 就是 可以用到三隻 已經被人稱為天才級 男主角 他是全部魔法都可以用到 我就是查克拉 不同屬性 那類 就是 總之他炮頭 我要了 厲害 而且他的魔力量非常高 隨手一拿著石頭 就說我要出水 就馬上大聲 就像瀑布一樣 跟女兒說還是跟石頭說 跟石頭說 跟石頭說 他跟石頭說 石頭和女兒都出水 爆爆爆 魔力量厲害 要配上女兒 簡單來說 總之他遇到這兩隻女兒之後 就知道 原來我真的這麼屈肌 那兩隻女兒叫他這麼屈肌 就乖乖地加入了後宮 對 之後就發現了 剛才藍哥所說的 那些無屬性魔法 就是 一個人 就是天生 就會有 自己一種 頂多一兩種 Ulis Skill 你當是星霸氣流斬 Ulis Skill 頂多一兩隻 這位主角 他的能力去到哪裏 他很厲害 你知道有這隻魔法 以及你知道那個魔法是叫什麼名字 你就經常使得出 即是知道它的內容是怎樣 以及它的名字 對 之後的劇情 他是去圖書館拿了一本百科傳書 那樣的東西 看著 這個好像有點用 那就嘗試用來用 簡單來說 他就是 按上維基百科 這招叫龜波氣功 嘩 就出了 這招叫天馬流星拳 好啊 好啊 這樣就出來了 他第一個出來了 就是徐爾門 那個門 任何你去過的地方 可以立即變成徐爾門 出來 你馬上穿過去 嘩 非常實用的技能 即是連行蓋也很難 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途中也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主要遇到女人 主要遇到女人 要不遇到女人 要不遇到女人 要不遇到飛虎則貴 對 他遇到兒子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對 因為他一開始遇到一個日本妹 你當是日本妹 在那邊的一個民族 但跟日本是極度相似的一個民族 人樣跟櫻花大戰差不多 對 然後他也進了隊 然後他也救了一個公爵的公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認識了公爵 公爵其實就是那個國家的國王的弟弟 所以在紀元考核之後 他也認清了國王 也都認清了國王的女兒 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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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清了國王的女兒 然後因為其實那個是有幾個國家 其實當時他們身處一個國家 跟一個亞人族的國家是聊天幫家 所以他就作為親善大使 所以就去到亞人族那裡 就跟亞人族的國王認識了 對 亞人族是一個非常自豪於自己的戰鬥能力的國家 俄羅斯來的 對 所以亞人族就跟他說 我和你打一場 就是叫大家切磋一下 我和你打一場 由於主角是泰國強大 所以亞人國王是輸得心服口服的 就覺得這個年輕人就有前途 我看得起你 所以他們幫家也成立了 然後他們也遇到妖精族傳說中的族長 妖精族族長就說他想要找一個古代的遺跡 就拜託主角他們幫忙 所以主角就認識了妖精族族長之後就找了這個遺跡出來 他們去了這個遺跡之後就因為一些事情 所以主角就成為了這個遺跡的主人 這就是第一季的劇情 嗯 中間我又有些時間關係 很細節還沒說 主族就是如此 而主角在這個過程中 就為他自己的那個 你剛才好像RPG遊戲 闖蕩世界 這個隊伍會不斷多人 那進去去去去的 不是聖獸就是女兒 進去去去還是被他去去去 這個後話 沒有 沒有去去去 這個很清楚 這個後期才聯絡 對 總之是女兒就差不多進去去隊 對 然後每個人都見到他就起了水 現在有兩隻聖獸 現在有白虎和原武都被他搞定了 變成了兩隻很可愛 就像Pokémon一樣跟著他 所以聖獸又跟著他 整班女兒又跟著他 然後國家的國王阿公穿什麼差 全部都跟他的朋友 所以基本上要權有權 要錢有錢要女兒 有女兒要聖獸 要玩動物都可以去玩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 一套就是這樣 我們都非常濃縮地介紹了整個故事 簡單來說就是這麼無恥的故事 我突然覺得 其實我們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講這個故事 我們直接去看聖經 我不認同 聖經沒有他那麼誇張 耶穌首先是沒有那麼多 他有門徒為主 但不是那麼多女兒 也不是那麼多錢 十二門徒 現在這個處角都差不多十二門 他老婆九個屌你 你想清楚 耶穌最偉大的事跡是五餅二餘 五餅二餘就 要受阿虎 這條感就有 死完之後 有哪一次受過苦 頂你的肺全臉部都行超人 又要女兒又女 要權有權要 錢有錢 要能力有能力 對不起我不對 我錯了 現在我概括地說這個故事幾個無恥 現在大家想說什麼 想說一下作品的方式 還是介紹一些女性角色 就哥想不想說一下 就哥想怎樣 要說女性是一定要說的 因為這套東西 都有很大量的臭雞 在裡面的 所以這些臭雞 都是要拿出來逐個逐個分明 對 由於我覺得這個臭雞榜很難排 即是那個excel的設備 有一個一定是在最高位 其他的真的排不到 就是排名不分先後 戰況非常激烈 所以就先說第一位的臭雞 第一位的臭雞就是國王的女兒 即是國公主 是不是有陰陽眼那個 對 我的陰陽示範鬼呢 首先要說一下 為什麼主角會見到她 因為主角之前救了公雞的女兒 所以就認識了公雞 去到公雞的家 公雞就說 多謝你救了我女兒 真的沒有你 我的女兒死了 真是很感謝你 不過對不起 我只能夠跟我的女兒 一起跟你說謝謝 因為我老婆病狀 在上面休息不方便 見一下 你老婆什麼事 我最喜歡搞人 所以那個是大陸 記錯了一下 是 你老婆什麼事 我看她之前染了一隻怪病 病叫做好了 但她的眼睛就看不到 如果我爺爺還沒死 她的無屬性魔法 就應該可以救到她 可惜 我們一直都沒有找到人 就懂得用無屬性魔法 我懂的 我試一下 這樣 她就把她爺爺的全家之寶 的無屬性魔法 就給了主角 對 主角就走過去 對著她的老婆 盲著她老婆 就說 recover we 開眼霸 全程不夠十秒 那個情況令我 真的想起聖經那些 耶穌開眼霸 開眼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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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套東西的主人曲 應該唱主人救 對嗎 你想想 如果這套東西的主角 真是大王 大王就會叫阿公穿 麻煩你們先出房間 我和你太太 這個自然是我和他兩個做的 我想澄清一下 你可不可以專心一點 說回靠野的劇情先 我只是說劇情寫得不夠仔細 那現在是二次創作 你剛才那些 我叫你 他有寫作的空間 但是他沒有做到 大王闖動異世界 現在不是說大王闖動異世界 是說戴著自然手機 你說回靠野才行 阿公穿夫人 一針就可以了 沒有這段劇情 他救了公穿夫人 所以公穿就知道他有很強的治癒 剛好有一次 國王就中了毒 那公穿想要去看看國王到底有什麼事 在他出門口的時候 東爺剛好就用基斯這個傳送門的能力 去了公穿家 他完全是公穿家 是自己後拍完 說去就去 即是好像靖香的浴室 也不要緊 公穿就說 對了 你過來救救我哥 救回國王 他去到皇宮 一推開對門 他國王都沒見到 有人打開對門 在國王身邊的公主自然 看一看對門是誰 一看 就出水了 哈哈哈哈 沒用的了 好像冬夜你這麼猙眼的男人 就好像漆黑的螢火蟲一樣 你掩蓋不到你的氣質 喂 作為一個臭雞這麼久的人 哈哈哈哈 我都理解不到你出水的原因是什麼 哈哈哈哈 你一見到他 就心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哈哈哈哈 我很難去理解到一個 爸爸我病在床的少女 一見到一個進來探病的人 就出水的心情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他擔心國王嘛 所以就想找個兒子 去生下一代出來 繼後香燈 延續這個皇室的血毒脈 哦 即是如果你說他是誠虛而入的 特地趁他們 趁他們趁那個 趁公主傷心的時候 趁他再灌醉他 這樣就合理很多 但是現在的情況很明顯 就像你這樣說 那國王就死了嘛 那臨死前秘 如果見到普孫就開心 那就死得眼閉 哦 繼後香燈 那個皇子 但是這個情況就不會發生 因為當男主角冬夜 一來到的時候 recovery 那什麼意思 那國王是沒事的了 立刻就 阿國王是懷疑都說了 recovery 我沒事了 我沒有說過 哈哈哈哈 剛才不算 哈哈哈哈 才不算 哈哈哈哈 然後就 你不要以為是我說好笑的 就是這樣 然後國王 國王基本上是沒有跪在這裡 多謝阿東爺 而已 哎呀你又救了我了 我去救命恩人 你需要什麼要求都可以 那阿東爺也順手做了這個金田一 查了案 破解到底是誰 讀死的 國王 讀大王 我怕他要這樣說 讀國王 然後也因為他破解了這個案件 所以在跟瘦人族 即是亞人族的邦交裡面 建立了一個基礎 因為亞人族本身是被誣衊的 那他解救了這個 就是洗脫了他們的污名 建立了一個基礎 所以也成為了大使去出示這個叫做亞人國 整套東西很有鋪排 但是女兒怎麼出水呢 是沒有鋪排過 哈哈哈哈 而且你到了結局那一刻 是由這個公主去想 因為這個永恆後供的問題就是 選誰的問題 即是由後供回到那樣的問題 是的 但是呢 冬夜都沒有想到怎麼解決 公主自動就量一條方法幫他解決 不是 是公主呢 在冬夜查案之後 即是坐在房間那裡 打算吹一下水 沖一杯茶 吹一下水的時候 坐都沒有坐暖 那個公主就跟國王說 老爸 我要嫁給這傢伙 不是 我嫁給他 是啊 我嫁給冬夜 是啊 但是這樣也算了 即是你說 即是你說真的出水了 要國王 這個就是傅馬這樣也算 但公主之後面對著冬夜 沒用 好像你這麼有魅力的男人 即是七零營火 我也很理解 全部女人都喜歡你 我知道 所以公主怎麼選 我相信可以成為 阿朱哥說的 臭雞榜第一位 即是公主 即是他主動作一條方法 offer出來說 那麼多位後宮 我知道你在那裡想冬夜 那不如這樣 反正他也想到他選誰 你每個人這麼喜歡他 不如我們全部一起 嫁給他 嫁給他 是的 我們全部一起 嫁給他 好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幾用奇妙的故事 公主是他見到 入後宮應該是第四個 是的 所以呢 公主又跟他這樣說 各位姐姐 即是很工心的 各位姐姐 我是排第四的 所以呢 我就不會說 我們先上岸 近身露台 我們妾侍也不要緊 即是她是鮑魚 是的 即是你說要我做妾侍 就不可能的了 畢竟我也是公主 我一定是大婆的了 但是呢 我又不會說獨打你們的 我們大家一起服侍阿冬夜 就算了 大家都是大婆 大家平起平坐 是的 大家一起服侍阿冬夜就算了 這樣 有一個這樣性格的公主 我已經覺得很麻煩的了 更麻煩的是什麼呢 在外府大人跟阿冬夜說 嘿 做得國王的事 有幾個老婆很髒的 我女兒你玩完 你就當她是臭雞 有什麼所謂 反正我女兒見到兒子 已經起了水 她是臭雞 反正我女兒 在我病到快要死 的時候她都出到水 這些女兒你玩完 就不要了 臭雞 就是臭雞不是冬夜罵的 是國王就是爸爸罵她的 即是告國王說 我終於看穿了我的女兒 經過這件事之後 很感謝你啊冬夜 女生外鄉 這些女兒我也是不要給你 因為 我覺得最麻煩的是 公主自己說 我要嫁給冬夜 冬夜 國王就第一句 不是說懷疑你什麼 但是說 好啊 然後冬夜是說 喂 其實不行啊 你可不可以問問我的意見 其實沒所謂啦 你又救了我 其實你也應該沒什麼 我心想 喂 如果這傢伙是間諜的怎麼辦 你老婆 又套了你的女兒 又套了你的國家遊戲 喂 她是第二集 第二集已經立了權力核心 不是第二集 你誣得太厲害了 是第五集 她第二集見到公主 成為了公主 她這樣已經禁了權力核心 已經是皇室的了 她第五集 第五集的時候 公主已經是一隻臭雞來的 不是不是 因為第二集 她沒有一個名分 有一個真是一個打 到第五集 她已經直接跟皇帝說話了 我不用再經過公主才看見皇帝 你走啦 公主大人 你不太煩 你回家抓象棋了 你不要再搶肌 是 我幫你兜她說 她她女兒有陰陽眼 她看那個人是鬼一眼看得出的 這個唐心風暴 她說她用陰陽眼 就看到冬夜 看見是一個非常正直 非常可靠的男人 即她是李思琦 在這個位置我又必須要說 你這隻臭雞,既然你一看誰是誰是鬼,那在東野查,你一看就知道那八隻是逆犯 他一進你家,你就知道他是一個壞人了,那為什麼你老爸會中毒 你擺明謀你老爸的身家,臭雞 我盜,我盜,我盜不到,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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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是臭雞榜第一名,是有跡可尋的,你是為了要堆壞自己老爸去謀朝生慰 但是兒子一出現你就馬上出水了,當然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可以分神去看兒子 我只是想你死而已,你的死在我掌握之中,現在這傢伙破壞了我的計劃 所以我要控制他下半身,就可以控制到這個男人 我聽完你這段剪輯女龍角龍的關係,我想問,就哥有沒有興趣幫這個東西寫一本同仁小說不補完這位置 好像不合理過原作那麼多,整件事 看看郭川問我吧 整件事很合理,整件事 你送回這集給郭川嘛 這個臭雞,無出其有的 我覺得,但是其他臭雞都是公百可末的 Sovia是東立的 不是,他到小說是各村的 是嗎? 是,各村有看過的 小說是各村的 漫玩漫玩漫玩 小說是各村出的 另外其他臭雞,例如一開始看到的兩姐妹 阿爾莎和Sylien 總之媽妹,姐姐和阿妹,不要叫 那姐姐就是一個玩體術的人,玩近身戰鬥 阿妹真是一個很麻煩的角色,你一看到阿妹就知道是一個淫蟹來的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就哥 阿妹,他的魔法棒是一個什麼造型,一支鎮派的造型 日後拿出去做任務出魔法,晚上又插進自己的洞裡 什麼洞? 哈哈哈哈哈哈 你自己想吧 如果不是,必得你這麼多水 日夜鍛煉,然後就出來的結果 是啊 喂,這個是一個鎮派的造型來的 多麼過分 那他們兩個,其實我覺得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投入在冬夜的感情裡面是去得很快的 因為第一集的時候,他們還是覺得冬夜有點奇怪 就是剛剛新色,雖然你幫了我 然後到第二、第三集,他們搶馬車出去的時候,冬夜在說笑 我這個無屬性魔法可以拿來偷底褲的時候 他還在鄙視冬夜 但是之後就突然之間已經對冬夜出水了 我怕是不是冬夜的朋友是 我可以這樣做,不過我不會這樣做的 喂,你這樣說而已 不是,他這樣就騙到兩個無知少女 是 所以那兩個無知少女就立刻之後 180個轉變就對他完全不同了 而且你在說這個位置 他們已經見證了幾次成績了 那他開始 發現原來他真的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男人 太慘了 又是七黑熒火蟲一樣 就是跟著你就衣食無憂 是啊,類似是這樣 其實是公義主義來的 而且這兩條八婆 我擺明是看到冬夜厲害,所以叫他入隊 為什麼呢? 他們第一次進行的任務 是打五隻獨角狼 那五隻獨角狼 你老母臭在他們其中一個 躺在那裡打贏了 他們用三秒就打贏了五隻 你找冬夜入隊的原因是什麼? 又是俘虜他下半身 為了要幫他含鬧 所以這個任務 我原作看不到這段 原作沒有說到他們的心就是這樣想 有,我們就不要看我這麼生氣了 真不愧是舅哥 又是外傳來的 舅哥真是官人入眉 不是官女 不是官雞入眉 真是厲害 夢太奇了 每次都看夢太奇他們想 這樣想 希望俘虜到冬夜下半身 但他們沒想過 出本Progressive就說回這段劇情 其實很明顯看到的 一開始就想著他們是廢棋 那明明試完魔法 發覺原來他是很厲害的 然後再過了幾次神跡 然後發覺魂馬很厲害 不是,我先轉太 即是尚書大人 而且在兩姐妹裡面 姐姐擺明是好一點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冬夜說想學魔法 冬夜已經救過你們兩姐妹一次 再跟你們完成任務 知道有這個魔法的使用 她叫你們兩姐妹教她魔法 姐姐說妹妹你教她 我先出去走 擺明是看不起冬夜 但回來發覺原來你認識七種魔法 哎呀,你真是好厲害 不是,她原本那句 就是她姐姐不懂魔法 她妹妹才懂的 其實她姐姐是懂無俗魔法 懂無俗魔法就是一個增加的 但這個就不能教她 所以學魔法這個環境 她姐姐是沒有用的 你站在旁邊聽也好 即是幫忙戴毛巾 即是兩姐妹 你怎麼知道 這是一個陌生人 對你的妹妹做什麼 你怎麼知道 即是想把妹妹推出去 孵魯這個 不要緊 即是被人搞了 是她 關我什麼事 就沒想過 沒想過 沒想過 藍珠角這麼大食 全都吃光 我出家走個圈回來 我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還有在她學無俗性魔法的時候 她不小心也純服白虎 是不小心的 不過之後再說 另外有一隻臭雞也是要說的 就是阿公的女兒 其實在第一季動畫中 她是沒有什麼氣氛的 你只是一個沒有氣氛的臭雞 沒有氣氛人怎麼想 沒有氣氛怎麼構成臭雞 其實以性格來說 我覺得她是OK的 不是 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猜是因為其他太臭雞 才會令她沒有氣氛 其實她的心情專門是合理的 因為她們被人襲擊 然後冬夜她們路過 然後救了她 然後因為她的管家中了戰 所以冬夜就救了她的管家 然後她覺得冬夜這個人很吸引 還有她是有感謝的心情 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就是想以身上去 那時候她也沒有想到要以身上去 就是整件事比較合理 然後冬夜也只是跟她爸爸 比較多交往 見她爸爸也好見她 交掉老舊的女兒應該是她的 是去到大家去海灘玩的時候 才叫她一起來 在這個時候 你才慢慢對冬夜有這個感情 有鋪牌 有劇情的轉換 即是比起其他 即是見出水那些 這個算過多兩年 有過程 過場也算是有鋪牌的 對 即是都要問價 哈哈哈哈 即是有講價的過程 四百不禁四百啦 好啦好啦 你用過這個形容 我又博不到你又馬上明白了 對 對 另外還有那些 我都不記得還有那些 沒有事 日本妹 對 英大戰那種款 對 發出來搞事 八重 八重 喂 這條女一梯就知道是雞了 哈哈哈哈 見雞啊 走哥 你想想作者有多少筆物寫他其中一個特點 大食啊 哈哈 你這傢伙 冬夜娶了你 你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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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雞 哈哈哈哈 我想問是食物方便 嘩 是暗語 哈哈 喂 人的人字好像不是這樣說 什麼 不是說他大食 大食的字是這麼解讀的 哈哈哈哈 是暗事來的 好 即是又是整個progressive 解回這些東西去 對 那你又覺得如何呢 其實是 喂 正常大和虎子性計應該好一點 他也算是比較有過程的 他其實沒有過程 他沒有過程 但是這條臭雞呢 只是大麻煩給冬夜 永遠都是大麻煩給冬夜 冬夜最麻煩最忙碌那集 就是因為你 哈哈哈哈 是幾集呢 第九集 不過這個留在深刻 就是因為你 只會大麻煩 又大食 是 又不會給錢 對不對 是沒有貢獻的 這條女 還有 就是 她穿著這些和服 是 那 波又不是 腳又不是 不知道她做什麼 哈哈 這條女 這叫賣服裝有限 和風 是和風的嘛 是和風的嘛 你也知道 麥當勞也出了和風界目張 和風什麼紫菜 那種小事 大王 看到那隻醬 你竟然在想 不是紫菜 是粉 所以 用一個比喻而已 OK 我不會想到 這些應該好像和風紫菜的粉 吃完玩完就不要了 哈哈 是不是啊 要吃啊 屌尼 都有吃 就是吃完盡包裝就丟了 對啦 當是鋅塑丟了 這件事也很麻煩 我覺得 那還有其他一些呢 其實妖精那個 剩下的太濕碎了 其實我覺得妖精那個 都是很多事情搞出來的 而且因為她要求東野幫她找遺跡 但是我覺得找到遺跡之後 遺跡的機械人反而是值得說的 其實我覺得遺跡的機械人有機會 可以和公主搶第一位 我覺得不行 因為遺跡的機械人 就是一看到東野就馬上拉起自己的裙子 就讓東野看她自己的底褲 然後也不斷地 不是 她說沒有底褲的 好像是說沒有穿的 然後又跑去和東野打赤論 作為這個叫做 認證 認證等於你成為這個遺跡的主人 拿DNA 就是採集DNA 其實我覺得為什麼她和公主 是 叫做 西班牙都挑戰不了公主 因為她守著這個遺跡 她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等這個遺跡的主人過來認證 所以她在等東野 東野來到她獻身給她是合理的 專一 Box已經說明了 總之那條子來到就遺跡她 遺跡她 她跟你打完赤論之後 就會正式成為主人 這樣 阿郭鴻是快生死的 你都可以出道水 那當然公主比較臭雞 一個是因為一個命令 就等了很多年 終於等到她出現 她天生就是一隻臭雞 Box製造這個機械人出來的時候 就是要你被人當是雞 分唇 就是born to be a chicken 你本身就只是一隻飛機杯 即是Box就是聽假的老闆 即是機械人的色是紅白色的 聽假也可以有其他色的 所以這隻飛機杯 它本身就是這樣 要別人進入它是很合理的 即是盡責 它是秉承自己的崗位 即是它是一隻臭雞 但它只是去做她自己的分信 是啊 它本身就是一隻臭雞 所以你說它是臭雞 並不是一個指責 你裝什麼公主 裝什麼淑女 你只是臭雞 公主應該大家預計 是要有些貴族的 就是要搜尋禮儀等等 又要去關心國王那些 不希望國王病重的時候 都還要一個人出水 所以它是犧牲了一切去出水 另一邊就是責任就是要出水 所以你當時就挑戰不過公主 沒錯 即是它是排第二位 其實它排最低 因為它本身是臭雞 而它做回臭雞的責任 其他那些又要扮淑女 又要扮冒險者 又要扮冬陽尼 這個怎樣學習的人 全部不是說是雞 全部都是過來做雞 這個直接告訴你我是雞 所以它做回自己 所以就沒那麼臭 就是那些是角色扮演 全部就是 那些又要精緻採訪 即是它在日本的案內所問你 今天先生玩什麼計劃 我用百蟲的計劃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有一個叫來 嬰君 吳鎮耳君 我要玩媽妹 那就舉媽妹出來 這樣 所以它反而 即是這是夜總會的故事 其實它是最不臭雞的那個 它集齊這麼多遺跡 就是做一夜總會 我們那個做 大國家傲偶 蒼天骨傲偶 這樣 有不同的 好像跟原作越走越遠 像我這次一樣 不是 我們說是魚座的內容 但其實我們沒有介紹過男女角 一會兒就會看 對 對 對 這一節叫做有阿舅哥簡評 一眾臭雞 一眾女角 很多不明白的東西 當和他通了 對 就是我一個夜總會 和我一個聽家 一起的故事 不如這樣 我們先查一會 讓阿舅哥喝口水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這套作品 我又怎會只是分析那些臭雞 大把東西慢慢講 稍後回來慢慢開去 好